提摩太后书第一章 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 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 愿恩惠怜悯平安 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 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 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 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 纪念你的眼泪 昼夜窃窃的想要献你好叫我满心快乐 想到你心里无尾之信 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姨 和你母亲友尼基心里的 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 为此我提醒你 使你将神及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 再如火挑望起来 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见证为耻 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求的为耻 总要按神的能力 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 神救了我们 以圣照照我们 不是按我们的行为 乃是按祂的旨意和恩典 这恩典是万古之先 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但如今急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 才表明出来了 祂已经把死废去 急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 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 做使徒 做师父 为这缘故 我也受这些苦难 然而我不以为耻 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 或做他所交托我的 直到那日 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 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 常常守着 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 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牢牢地守着 凡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我 这是你知道的 其中有肥吉禄和黑摩奇尼 愿主怜悯阿尼瑟福一家的人 因他屡次使我畅快 不以我的锁链为耻 反倒在罗马的时候 殷勤地找我 并且找着了 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 他在以福所怎样多多地服侍我 是你明明知道的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我儿啊 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 听见我所教训的 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你要和我同受苦难 好向基督耶稣的精兵 凡在军中当兵的 不将事物缠身 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 人若在场上比武 非暗规矩 就不能得冠冕 劳力的农夫 理当先得粮食 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 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 你要纪念耶稣基督 乃是大魏的后裔 他从死里复活 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 我为这福音受苦难 甚至被捆绑 像犯人一样 然而神的道 却不被捆绑 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 叫他们也可以得着 纳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 和永远的荣耀 有可信的话说 我们若与基督同死 也必与他同活 我们若能忍耐 也必和他一同作王 我们若不认他 他也必不认我们 我们纵然失信 他仍是可信的 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 在主面前嘱咐他们 不可畏言与争辩 这是没有益处的 只能败坏听见的人 你当竭力 在神面前得蒙喜悦 做无愧的工人 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 因为这等人必尽到 更不尽钱的地步 他们的话如同毒窗 越烂越大 其中有许弥乃和肥里图 他们偏离了真道 说复活的是已过 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 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 上面有这印记说 主认识谁是他的人 又说 凡称呼主名的人 总要离开不易 在大户人家 不但有金器银器 也有木器瓦器 有作为贵重的 有作为卑贱的 人若自杰 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 追求公义 信德 仁爱 和平 唯有那于桌 无学问的辩论 总要弃绝 因为知道 这等事是起征镜的 然而主的仆人 不可征镜 只要温温和和的 带众人 善于教导 存心忍耐 用温柔劝戒 那抵挡的人 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 可以明白真道 叫他们 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 可以醒悟 脱离他的网络 提摩太后书 第三章 你该知道 牧师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 贪爱钱财 自夸 狂闹 傍独 违背父母 妄恩负义 心不胜洁 无亲情 不解怨 好说谗言 不能自约 性情凶暴 不爱良善 卖主卖友 任意妄卫 自高自大 爱艳乐 不爱神 有敬钱的外貌 却背了敬钱的十亿者等人 你要躲开 那偷进人家 牢笼 无知妇女的 正是这等人 这些妇女担负罪恶 被各样的私欲引诱 常常学习 终究不能明白真道 从前 雅尼和杨碧 怎样抵挡摩西 这等人 也怎样抵挡真道 他们的心地坏了 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 然而 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 因为他们的愚昧 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 像的二人一样 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 品行 志向 信心 宽容 爱心 忍耐 以及我在安提亚 以戈念 路斯德 所遭遇的逼迫 苦难我所忍受 是何等的逼迫 但从这一切苦难中 主都把我就出来了 不但如此 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 也都要受逼迫 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 必越久越恶 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 但你所学习的 所确信的 要存在心里 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 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或作凡神所默示的圣经 于教训 读责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 我在神面前 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 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 物要传道 无论得是不得时 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 责备人 警戒人 劝勉人 因为时候要到 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 耳朵发痒 就随从自己的情欲 增添好些师父 并且掩耳不听真道 偏向荒谬的言语 你却要凡事谨慎 忍受苦难 做传道的功夫 尽你的职份 我现在被交电 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 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 因为迪玛贪爱现今的世界 就离弃我往铁撒罗尼加去了 格勒是往加拉泰去 提多往塔玛泰去 独有路加在我这里 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 因为他在传道的世上 与我有益处 传道或作服侍我 我已经打发推积鼓 往以夫所去 我在特罗亚流于家部的那件外衣 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 那些书也要带来 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 同将亚历山大多多地害我 主必照他所行地报应他 你也要防备他 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 我出此申诉 没有人前来帮助 竟都离弃我 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 唯有主站在我旁边 加给我力量 使福音被我禁斗传明 叫外邦人都听见 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 主必救我脱离猪般的凶恶 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温白基拉 亚居拉 和阿尼瑟福一家的人安 伊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 特罗菲磨病了 我就留他在米利都 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 到我这里来 有有布罗 布田 利努 格劳底亚 和众弟兄 都问你安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 愿恩会常与你们同在 我请客来 到你了 我请客带四周 遇到你了 我请客带三周 在这一周 的心意 脱离猪 里是 有 我 不